這裏就是另一個外側的手指 這個會比較強 對,其實我是極緊的 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KFC Gears Chat 上集都說過 我想將Youtube頻道廣播 提及關於拉筋、治療和回復的主題 今天很開心可以去到尖沙咀的Kinetic Stretch 我的老闆是我的大學同學 我今天有行試一下他的手勢 講一下他的Stretching的方法 和其他的治療方法有什麼不同 他有一些健身器材 在那裏 一些復康的器材 有些啞鈴 有部跑步機 有部TRX 有些拉筋的床在那裏 和一般的Visio的設備都差不多 收集在這裏 急不及待去訪問我這個朋友 很開心地可以訪問一個 我認識了差不多20年的朋友 這個何生阿德 一個註冊的拉筋治療師 剛才和他聊天 原來這間店已經開了11年 我暫時都原來用了他的服務 差不多11年 先問一下阿德 本身我們在加拿大讀大學 這位人兄就是讀Kinesiology 其實Kinesiology 和你現在做的事有沒有關係 其實都有關係 Kinesiology可能沒什麼人聽過 其實都是關於運動的 我們就叫做中文運動力學 主要就是研究很多人體的身體姿勢 或者做運動的時候 他的動作是怎樣做 怎樣發力 或者怎樣令到他做運動會更加有效 或者會做得更好 知道阿德 都是一個運動的發燒友 我和他就是球友 知道他有踢球 有打籃球 有玩Baseball 所有運動都很厲害 在這方面 亦都幫助到他做一個 運動的拉筋治療師 當初為什麼你會有一個想法 是開一間這樣的商店 其實我本身都是和Kaven一樣 喜歡玩運動的 什麼運動都玩的 但是我從小時候開始 我專門打棒球 Baseball 香港都很少 小時候開始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人會受傷 我的隊友也好 或者我自己也好 經常會受傷 之後就可能要休息一段時間 要經過很長的時間 才可以慢慢去復原 所以我自己就對這件事就比較有興趣多點 因為可能自己就是未必可以去打得積碟 所以之後都是想在運動這行去發展的 剛好機遇裡面就去到澳洲那邊 其實就是學習這個我們叫做伸展治療 運動治療的其中一種 其實跟大家可能覺得 跟運動的物理治療有點相似 最主要都是關注於運動員 可能運動的受傷 但是現在我們慢慢演變到很多一些 都是病痛 腰痛 頸痛 肩周炎 這些問題都慢慢可以去解決 你覺得你們這套方法 跟其他Visio 或者其他拉筋的治療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我們去澳洲學習這一套伸展的方式 其實跟平時的拉筋很不同 可能大家認為拉筋就像瑜伽 還有Pilates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特點是什麼 第一就是有一個鬥力在裡面 我們叫做CR 或者Contract Relax 其實就是除了肌肉會放鬆之外 我們是令到神經也要放鬆 因為其實我們拉筋的方式最主要 其實是要令到人先放鬆 但是我們遇過這麼多的運動員也好 或者是一些Client也好 其實放鬆對決來說是很困難的 就是覺得放鬆很容易 但是其實很困難 另外就是可能按摩 或者脊椅有什麼不同呢 按摩的話 最主要都是一些我們說 比較低層的肌肉 深層的肌肉都很難可以幫你放鬆 另外就是脊椅 可能最主要都是弄脊椎的 可能有些移位等等去復位 但是復位之後 它慢慢經過一段時間 它又會走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除了肌肉之外 其實我們的關節也要去活動 所以我們的伸展肌肉主要只是肌肉 我們的關節的活動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很多人就很集中在肌肉上 但是其實關節如何放鬆它 也是一個需要去留意的一件事 聽到剛剛阿德的評論就是 跟一般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們這個動作有一點抗衡 進入神經系統的治療 或者去練習神經系統 如何去放鬆肌肉 第二就是關節 它很著重關節放鬆 我們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試一下你的手勢 去看看有什麼動作 可以幫到一個跑山 或者跑步 或者跑馬拉松的運動員 可以放鬆 那就交給你了 好 很開心可以讓阿德做一次拉筋的示範 那就交給你了 好 那我們先躺下 慢慢面向前 一開始我們都是做一些慢慢放鬆的動作 嗯 放鬆一下人 現在主要就是幫你鬆弛起腿 下腿的位置 剛才說過很多人不懂得放鬆 嗯 做一些動作是幫你放鬆的 嗯 那我就不用給你任何力 是的 你一有力我就會感覺到 證明你的人不放鬆 你不放鬆有什麼不好處呢 就是我們力同力鬥力 嗯 所以很多人不喜歡按摩就是這個意思 嗯 你放鬆不到 嗯 沒有感覺或者他就再大力一點 嗯 那就有一個對抗 嗯 現在慢慢就幫你拉下腿的外側的位置 嗯 有些人就說ITB、ITB這些位置 經常跑步的時候都不會很緊的 其實就是那個寬關節 我們說是外側的位置 嗯 這個都很緊了已經 對已經很緊 還有這裡也感覺到有拉斜 你見到Hampstring這些位置都已經很腫脹 因為這些肌肉應該都很緊的 嗯 通常我們之後就要慢慢去放鬆回哪裡呢 尤其是跑步很多時候 最主要都是Hip這個位置 跑步最主要是幾個肌肉 第一可能大家有聽過有Pampstring 角色肌 四頭肌 是不是Quad 另外就是一些囤大肌 其實有兩組比較小的肌肉都很重要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叫做尼臟肌 其實是一個臀部裏面很小的肌肉 所以可能有些人跑步的時候 那個屁股痛 聽過人家都跑傷的 是的 尼臟肌 另一個很多人都有問題 就是我們叫做Hip Flexion 就是腰部的、骨身的肌肉 你想想跑步的動作是否經常提腿 其實這個肌肉都用很多的 每一次都用很多 所以也會影響到一些人的腰痛的問題 即下背痛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做一些Hampstring的動作 你看到它其實都頗舒服的 我感覺到它都是放鬆的 不會和我有一個鬥亂 雖然現在拉的強度很厲害 都會扯得很緊的 但是它都是一個放鬆 慢慢保持自己的呼吸這個情況 Hampstring我們都有幾組的肌肉 我們說內側、外側 中間的Hampstring 很多人都會有這些情況 這個還是Hampstring 不過內側 Hampstring就是內側的Hampstring 有一點不同的感覺 看影片就未必知道 所以感受就會很不同 這條我都其實 如果跑長途去到後來 落山落得多 這條也會抽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因為這個其實是幫助我們平衡的 所以如果你像KFC那樣 跑得那麼長的 極限的馬拉松 就一定會 什麼肌肉都會抽 除了剛才說 內側 外側的Hampstring都會好 很多人就會有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 ITBand和外側的Hampstring 不知道分別在哪裏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大部分其實是外側的Hampstring 問題多 因為ITB都是一些筋膜 所以其實是拉不到的 是肌肉 是一些筋膜 肌肉才可以拉到 即是我就這樣聽 就是有時跑步選手 經常說ITB痛 很有可能其實是Hampstring痛 是外側的Hampstring OK 這裏就是另一個 就是外側的Hampstring 拉斜 這個就會比較強 對 這個也是極緊的 其實我是 所以跑步一定是外側會緊很多 你會想不到Kat 他都現在很努力 對 很focus 很focus 盡量不要給他任何力 讓他拉盡 我已經很盡力了 這一個是 只不過真的 他是很努力的 就會有這個問題的出現 很放鬆 所以我們的拉筋是 辛苦的 但是是可接受的 就不會是喊救命的 因為你一喊救命 其實放鬆的程度很不同 這個就 嗯 因為我們很注重 我們剛才說過 神經會否放鬆 還有腦 還有我們的身體 有沒有一個連繫 很多時候 就是太緊 痛 的時候 這個連繫就會失去 現在就幫他拉 我們說團帶肌的位置 另外就是 那個 尼臟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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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自己拉 我覺得 尼臟肌的感覺 有點奇怪 在屁股後面 但是 它也可以影響到 大腿外側的位置 因為我們說有一條 座骨神經 會經過這個位置 所以也有機會會影響到 大腿的外側 甚至乎可能去到 小腿 腳趾 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做這麼多的 拉筋 這個位置 其實主要都是 剛才說的 要鬆回那個關節 因為我們經常 尤其是跑步 這些 我們說長期重複性的動作 很多時候就會令到 那個關節 會受損 但是 當你訓練完 或者是 比賽完之後 都不幫他放鬆 所以 很多時候就會慢慢 慢慢累積一些 的問題出來 如果真的 開頭可能是肌肉 但是 長時間一點 可能慢慢 影響到關節的時候 受損 可能要復腔 復軟 可能要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當我這樣幫他放鬆的時候 會輕鬆很多 沒有了一些 我們說 沒有了一些 限制在關節的位置 好 另一個 比較重要 就是Hip Flexor 要扣住 好 現在我正在拉右邊 Hip Flexor 雖然剛才動左邊 因為 拍片的問題 不過 最主要就是 Hip 這個位置 會感受很大 可能 四頭肌 也會感受得比較深 集中的感覺 其實在我的Hip 或者在前面的位置 感受會比較大 是有拉扯的 但整體都是舒服的 拉到這邊 哇 拉筋之外 左右 其實當我們幫你拉筋的時候 其實都會看到你左右 會不會有個分別 在拉的時候 或者你自己跑的時候 左右腳會不會有不同的感覺 通常都會 會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當我們做拉筋的時候 可以告訴你 的情況 到底是左邊Hip 還是右邊Hip 會比較 用得多一點 就要注意一下 通常你比較容易抽筋 痛的位置 肯定是用得比較多 好 好 慢慢坐起來 感覺如何 感覺是挺舒服 放鬆 而且是不痛的 但是有拉扯的感覺 有些譬如說 Hampstrain 外側Hampstrain 內側 都有感覺 所以其實每個人的感覺 可能不同 你跑的時候 可能哪些肌肉受力會比較多 所以為什麼我們 通常都是溫和溫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雖然大家都是有那些肌肉 都是跑步 好像都是那個動作 但是每個人 用哪一組肌肉去跑 或者腳的落地的點 亦都不同 所以不同 每個人的情況 可能不同 所以當我們去做一些拉筋的時候 都會很清楚 到底這個人 會有什麼問題 或者已經有什麼問題 會出現 怎樣可以去處理 謝謝阿德 幫我拉了Z 跑手不同的肌肉 一個拉筋的 session 知道你們都會開一些 大幾個同學 不如你教我幾個動作 自己都幫自己拉 好嗎 剛剛試過給阿德去親手 拉完腳之後 就邀請到阿德去教我們幾個 自己在家裡 有一張肩都可以做到的 拉筋動作 主要是拉我們腿部的肌肉 交給阿德去 好 剛才說話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Hip flex 就是在我們的脚盤骨前面 這兩邊的位置 首先就跪下 手就肩膀闊 對 我們試一下拉左邊 好嗎 把右腳這樣搭上來 我們右手的旁邊 對 這個位置 好 之後呢 我們拉要拉左邊 所以我們把左腳慢慢搭上去 對 好 之後呢 吸一口氣 我們試一下用兩隻手 把右腳拉向前 對 然後試一下 拉向前 對 拉向前 對 現在我們在扯的位置 應該就是扯的 這個股骨的前面 這個位置 對 我們叫Hip flex 這個位置 好 剛才說 其實我們的拉筋有一個特點 就是有一個鬥力 或者一個contract events 我們嘗試一下 鬥力就是 後面那個膝頭 好 就是後面這個膝頭 用力拉向前 好 但因為它絕著肩 所以是 動不了 但它用力的時候 它會感覺到 這個Hip flexor 就會拉緊 好 這裡是用力的 好 5 4 3 2 1 放鬆 吸氣 吸氣 然後再拉前 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拉完之後 就是contract relax 之後 其實可以再拉前 幫它放鬆 這個位置 對 好 慢慢退後 可以放鬆 我發覺我這個位置都在拉 是否正確 對 很多人在Hamp Tring 的時候 Hamp Tring也會拉到 所以 所以如果有些人就會發覺 不行 我的Hamp Tring的感覺 強烈很多 OK 如果做這個動作 之前 反而就要拉回Hamp Tring 才再做這個動作 嗯 我慢慢放鬆 第二個動作 我們就拉個Hamp Tring 好嗎 OK 好 我們Hamp Tring這個動作 我示範一次 讓我比較複雜 嗯 我先拉右邊 你把右腳 鋪在前方 搭上來 嗯 但這次 我的右手 就嘗試穿過來 抓住自己 自己的手持 對 然後 動作就是 押起前腳 OK 然後 之後 慢慢 往後 慢慢往後 對 你越往後 就會發現 這個Hamp Tring 對 右邊這個Hamp Tring 就已經拉斜了 沒錯 你看到KFC 現在90度 我就超過了90度 嗯 即是它的Hamp Tring 是很硬的 嗯 非常之硬 嗯 扯著後方的Hamp Tring 嗯 通常我會建議 撐住30秒左右 嗯 撐住30秒 這裡的鬥力 嘗試一下腳跟這個位置 用力 按下地下 試一下 5 4 3 2 1 OK 吸一口氣 嘗試一下 再往後多一點 都不行 很辛苦 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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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放鬆的時候 兩隻手 按住 慢慢 往後 上來 哇 OK 啊 拉這個Hamp Tring 動作的好處就是 它由膝蓋後面可以拉到Head Pad這個位置 對吧 你感覺到嗎 整個會比較舒服的動作 嗯 所以這個動作這麼好呢 我們會教這個動作 是為什麼呢 明白 另外就是 膝蓋是曲的 嗯 不是直的 嗯 因為你膝蓋很多時候 有人教我拉Hamp Tring 是直的 嗯 但是呢 其實呢 會只是拉到Hamp Tring 可能拉到少了 嗯 其實就不好了 因為我們拉筋的時候 我們只是想拉那個肌肉 嗯 想有其他肌肉 涉及到的 嗯 如果不是呢 就太多不同的訊號 給腦袋 嗯 其實就放鬆不了 嗯 嗯 好 第三個呢 我們要做呢 就是拉回靈狀肌 靈狀肌 剛才就說 在屁股裡面 嗯 我們呢 拿兩顆磚 OK 我們呢 放在右手邊 這樣搭住兩顆磚 OK 然後呢 我們就慢慢坐上磚 坐上去 對 那我們嘗試把 這隻腳 承成一個 九十度角 對 沒錯 九十度角 OK 要自己舒服 這個位置應該 應該舒服 OK 好了 然後就把人 彎向前 兩個手肘 按住地下 對 然後 跟著 後面的腳 你把腳伸直 對 你看到 KFC的腳肘是比較緊的 所以 OK 好了 然後呢 試一下兩隻手 OK 慢慢爬前 對 其實它 扯的位置 其實就由 這個臀部 這個位置 一直呢 可能會有扯到 大腿旁邊 這個方向 OK 好了 但是呢 動作呢 都未完成的 我們接著呢 就試一下 把胸口 轉過來 對著自己的肌子 轉過來 這裡 是 對 吸一口氣 然後我們試一下 胸口 看可不可以 碰到自己的肌子 嘩 沒有可憐 沒有可憐 對 你這樣看到 它真的挺緊的 所以整天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來 拉一次 對 這個就是拉著它的 臀部位 以及大腿旁邊 的位置 OK 好 OK 好了 讓它放風一下 看到它 很會 所以我建議 如果喜歡 跑步 跑山的朋友 每一眼都做這些動作 每一邊 左右 都做兩三次 每次都起碼 30秒至1分鐘的時間 Thank you 阿德幫我們 做了一個 one-on-one的session 還有教了我們 一些很基本跑手做的 拉筋動作 記住留意我們下集 KFC Gears Check 對了 拜拜